你連地方經驗都沒有 怎麼一下讓你做中央 你要主管全國 全民副學會讓你先當部長 國王的人馬 你如何解釋 那趕快把指揮棒交出來 憑什麼你這樣就要來選桃園縣長 我認為他最不可以考慮桃園縣 他千萬不要拿著2360萬人的生命決定權 然後曝光率 然後同時要去選舉 就是對不起 已經有850個人 因為疫苗政策錯誤而死亡 這比賬年齡還會算 如果你決定要選舉 可以 你趕快辭掉 桃園沒有人才嗎 你總會被檢驗 不要天下的好處都你拿 就是說他難道神聖不可侵犯 真的是在神壇上 尤其是他現在被大家點名說 很有可能代表民進黨出征 這個首都 那你知道我們同胎的時候 你只要涉及到就是說 你只要批評到陳部長或建議 善意的建議 立刻就有人就是拿出說 他是國際之間認證的 分數很高的 國外媒體怎麼講 那我就說 在這還是要某種程度 還是要監督 在野黨他有權力來監督來講話 當然要監督 是啊 坦白講 現在變成說 總統提名的人先到中央去 然後製造知名度等等 然後下方去地方選舉 這樣不公平 怎麼說 拿國家資源去造成 名氣跟資源 然後他再來選 第二個奇怪 你連地方經驗都沒有 怎麼一下讓你做中央 你還主管全國 那全民副學會讓你先當部長 當完部長有知名度以後 讓你去選 那在野黨永遠打不過 所以這些其實我認為都違反公平正義 所以我以後會談更多的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 所以你主打就是公平正義 我特別就從庶民經濟來談公平正義 先談經濟 這個非常好 那將來說參政一樣 你這樣子 那個當然先有知名度的人 那別人花再多的錢 再多的時間都搞不上 可是裕副 像李登輝執政的時候 他也搞一個政務官下鄉 像肖萬長那時候放到嘉義去選 那我不是說國民黨 可以這樣子 然後民進黨就不行 那某種程度不是要有行政經驗 他在縣市也有行政經驗 這樣的人反而造福地方民眾嗎 正常是由地方有歷練 慢慢慢慢才往中央去 你的意思說現在用的官員未必有 但是現在民進黨此勝之下 是國王的人馬 先從中央亮相 然後資源讓你耗損 然後接著下去 讓你下放到地方去選舉 鳳凰你覺得有指標性比較強烈的嗎 還是由下而上才對 我想這個是給大家認真思考 我是覺得民進黨現在的很多很多的市會標準在哪裡 這些其實就是我們很傷痛的地方 是呂富 像您剛既然提到陳中部長 那陳部長要是我是這個政黨 民進黨的黨主席 我也會提名他去征戰 有首都或桃園或是甚至新北 為什麼你知道 這就是戰爭啊 你看那個電影 這就是戰爭啊 那他其實先前就做過陳水扁執政時候的副署長 然後他的背景 亞伊斯公會他兩次扶選 就等於說推出兩個總統 他是後面的扶選團隊 然後他有過光環 就是防疫已經兩年多了 他曾經一度在省毯 民意支持度打破歷來的一個紀錄 再加上他的螢幕形象 每天開記者會 他放在台北市剛好啊 我不管他在哪裡 我要提醒一點 當全國都很乖乖的聽他的指令 走到哪裡要戴口罩 晚上不可以去社交的時候 他自己白天叫大家要怎麼做 晚上居然被人家拍照 不戴口罩去唱歌 去做應酬 你如何解釋 我覺得他乖乖的把防疫工作做好 如果他覺得他願意去挑戰選舉 我也不反對 每一個人都有參選權 那趕快把指揮棒交出來 不要一方拿著全國的 健康跟生命大權在他手裡 夾著媒體副官律要去選舉 這是不公平的 就是你們一邊防疫 坦白講有一陣子謠傳說要到桃園選 是 我們已經做過縣長啊 重點是 不要小看桃園相親的水準 我回去的時候大家跟我講說 憑什麼 每次疫情發生都在桃園 你航空城 你當然經過那麼多次 你要知道對航空城 要怎麼特別管制外來進出 結果每次桃園發生事情 等於病毒是你送過來的 就是國門啊 邊境管理的問題 那你憑什麼 邊境防疫 憑什麼你這樣就要來選桃園縣長 我認為他最不可以考慮桃園縣 桃園縣 桃園縣直下去 現在叫桃園縣 那首都呢 像連勝文那天提出質疑 哇立刻被K的滿頭包 我就想說不能夠監督不能夠 現在是這樣 既然已經很多的這個中央大員 被安排要去選舉 我覺得就這點我也不要苛責他了 但是我是覺得他千萬不要 拿著這個2360萬人的生命 這個決定權 然後曝光率 然後同時要去選舉 就是對不起 已經有850個人 因為疫苗政策錯誤而死亡 這比賬年弱我會算的 所以你認為他參選的時候 人家還是會質疑 所以他竟然掌握這樣的生殺大權 就專心做防疫工作 現在如果你決定要選舉可以 你趕快辭掉 我真的非常反對 一方面拿著國家的資源 一方面又要去選舉 一方面有總統加持 這太不公平了 聽說他們現在已經 以前國民黨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抗爭 我什麼都沒有 我可以當選 因為人民會肯定我 所以不要小看人民 我反應桃園憲民不是那麼笨 每次疫情都在桃園發生 你還要帶桃園來選 桃園沒有人才嗎 那如果他說你怎麼知道是我 我又還沒有確定 我為什麼要選案詞 他如果用這個反駁呢 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總會被檢驗 不要剩下的好處都你拿去 就最後一排一排原來果然是你 因為建築這件事是全世界的公平 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你已經兩年多了 有苦勞但是是不是有功勞 就是值得檢驗 你願意下來檢驗我不反對 但是你不要等到提名確定 你才要離開 呂副總統我覺得 陳松部長他之前有一輪的專訪 其實我沒有邀 我之前是因為疫情是去年的事情 我認為陳部長 如果真的要參選 請你們明確的表達 對不對 不然會由呂副總統所質疑的那個 就利用行政資源代值 已經在開始參選 我覺得以後法律就要規定嘛 如果帶有公職的人要參選 他必須在多少以前就要辭掉 不要拿著公職然後代值參選 我覺得這是太不公平